好 除了傅政教授提到东吴跟政坛的关系 其实还蛮密切的 林权内阁被外界形容是政大帮 事实上现在政坛当红的还有就是东吴帮 包括未来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 国民党立委江启成 还有民奖立委罗志正 过去他们都一起在东吴政治系任教 他们三个人跟东吴教授刘碧荣 还被学生取了东吴四剑课的称号 天哪 我好像憋年轻 会让江启成看得超怀念的 是这张十年前在东吴大学任教时的照片 照片中四个人都双手抱胸 右边的是江启成 左边是民进党立委罗志正 前方的是东吴政治系教授刘碧荣 后方的则是未来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 四个人十年前都一起在东吴政治系任教 还被取了东吴四剑课的称号 你没有看到我们那个姿势吗 是帅吗 因为我们跟学生的互动很好 现在最苦恼的是刘碧荣 因为大家都走了 他一个人要扛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人的外貌也会有变化 悄悄江启成 当年留着被助理校村市 麦当劳标志的发型 对照现在连太太都忍不住调侃 我不在乎外表 多人说不在乎外表 在我眼里他都一样帅 这样可以吗 这样还得及吗 没有那是有流行啊 郭富城啊 最红的啊 对 对不对 那是郭富城头吗 是不是这样吗 是吗 是啊 还有现在是民进党立委的罗志正 看到自己当年暴凶微笑的模样 也感叹 我成年金 你觉得看到照片觉得 其实那时候 回来台湾大概一半的时间了 然后看起来好像是 比较无忧无虑的样子 现在压力比较大 十年前的东吴政治四剑客 江启成现在是国民党立委 罗志正成为民进党立愿新秀 吴志中520后也要到外交部当政次 三个人都进入政坛之外 江启成罗志正 都是国防外交委员会委员 江启成还是赵伟 未来吴志中到国防外交委员会背询 三人又将同台 你会对他手下留情吗 一定会的 因为大家都好同事 三个人未来同台的画面 就被助理戏称可以开戏务会议 林权内阁政大当道 东吴政治帮的实力 在政坛也不笑 明星观众报道